歡迎來到KickGuyFish 今天來釣個野池 玩一下之前沒在野池玩過的鵝 首先這款是Loon的Tiny Fruit 這條沒有咬準 那邊的草因為已經枯了 所以就算現在草上種 要不然也不是一個太大的問題 然後今天吃的蠻飄的 吃蠻飄的意思就是說 他們吃下沉比較慢的速度 這隻耳 不太好 拋到我要標遠 再加上 拋手距離有點不夠 因為這款耳非常的輕 我又是玩無牽的吊足 所以等一下來加點鮮 這根拋得不錯 拋到我想要的位置 都在什麼深處 三條 三條都在障礙裡面 應該說 暗邊或障礙 那也算暗邊 有魚 會咬 甚至 就比較貼暗 貼暗貼障礙 然後遮蔽壺 陰兩處 我決定 先玩一下夾切 這樣子 拋頭具先戴起來 不然耳太輕的話 那個 拋頭掌 掌控性要很高 掌控性不夠高 就像我剛剛那樣 一直跑不準 然後 夾個1.3 夾在線上 就說就是 烤焰線的那一模多了 那已經很好拋了 多1.3顆 這個世界就不一樣了 第二竿就進去了 如果夾上去之後 動態就完全不一樣 所以 這也是另一個風險 如果他一開始要 無牽的動態呢 我加個牽 他可能會掉不好 或者會掉不到 重量還是不夠 1.3顆還是不夠 都是勉強塞到暗邊 但是沒有進去 有了 沒有的 沒關係我有備案 既然是太飄 又跑不到位置 那就 靠近一點啊 所以我現在試圖 看看裡面能不能走 看起來還蠻斜的 我在這個不太好站的位置 試圖在離岸邊 一段距離的情況下 先拋個擠桿 試試看 畢竟這邊的地形 看起來就蠻有機會的 我腳是用樹木擋住 所以還不算太危險的站法 這樣子的環境 要我用槍柄拋 我還真的不知道該怎麼拋呢 沒有問題啊 只是我丟不到標點 是不是 沒有問題啊 沒有問題啊 這裡都躲一些 沒見過四面 其實這個位置 有點腰力 所以我就決定 再往裡面走 換個位置 試試看 這魚應該是蠻多的 只是外面泡得到的地方 有什麼魚 在釣過 或者 外面的比較聰明 所以來逆向攻略 從裡面釣 結果就沒魚了 這倒是可以釣一下 繞了一圈 發現沒什麼好位置啊 唉唷 幹 躲在障礙裡面 這裡也不好拋 大概就這樣 換個點 換了一個點 這個點啊 我還沒有在這邊擠過 超過30公分的 基本上我釣到的都是 哥巴雞 哥巴雞 年年都出生 但是 池子裡面的食物量 總是不夠 所以魚一直都長不大 長不大的魚 通常會被大隻的吃掉 因為食物量不夠的時候 鱸魚是會吃同類的 時常釣不太到 大隻的有幾個原因 大隻的量不夠 以及小隻的量太多 再來就是大隻的被超金的 一般就這幾個原因啊 終於中了哈 我現在是無籤搭配20勾 然後 厚重量夠的時候 它落下的時候 尾巴會震動 所以拋向 你覺得有餘的地方 它落 就對了 這一個剛剛用的操作是 收體應收體 試試看偏表層一點 有沒有有 有 有了 事實證明 有魚 這個是 跟回來的 飄很飄啊 還蠻偏水飄的 這隻的有剛好 這隻的落下速度 不快 挺慢的 有的 太輕了 就不知道我要標點了 結果不是我要的標點也有魚啊 落下搖走 欸嚇 這剛剛我原本是想要試試看 這隻的 抽的效果 但是 沒想到 落下就中了 我才準備要抽而已 就中了 我現在拋向剛剛放好幾槍的位置 也是一樣 做到我覺得差不多了 正準備要操作的時候 有了 這樣也可以 好高 魚好像還是很 偏障礙裡面 因為有企圖在比較空曠的地方拋了幾槓 但是都沒有咬 所以又繼續拋向岸邊的區塊 一樣 才剛要操作 重了 太小條了 現在玩的是 Z-MAN的家衛蝦 三寸 使用的是 二零的曲餅鉤 這款耳用二零的曲餅鉤 剛剛好 因為它比較肥一點 雖然它有做鉤槽 但我還是推薦用大一點的鉤子 比較適合 而且用二零的曲餅鉤 長鉤也比較容易 這隻配的夾籤是1.3克的 因為這隻耳體積的關係 比較大一點 我說的是軟沖的總體積 並不是說這隻耳很大隻 所以使用1.3克的甲鉤 下沈速度依然是飄飄的 非常適合今天的釣況使用 這根泡到草上 剛拖了一草就被咬了一口 可惜它沒有咬到 再泡一根草邊的 然後燈耳落下 把一些置線先收緊 覺得落到差不多了 就先抖個幾下 然後開始操作 也是泡的標點有餘 然後操作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可惜脫鉤 這一根丟到一個竹子旁邊 然後是非常非常標準的落水藥 這麼小一隻 就喜歡吃蝦子啊 這根試圖進攻比較偏右邊的區塊 依然是有落下的一桿 呵呵 這個重 這一桿再試試草邊 拔有約位置大概都是這種狀況 就是落著落著 然後就咬走了 這根是草區右邊一點 一樣落水後沒有任何的操作 純靠落下 不過有延遲開槍 我等了一段時間才開的 我等了一段時間才開的 不行要等 不行要等 因為 他們丟左邊那邊就是好幾次就是 燈燈燈燈燈都沒咬到 那等一段時間還是打這題 因為草邊好像沒什麼魚了 所以就試一下腳邊 還真的有魚啊 這一桿拋右側看不太到 奇怪 因為是個內凹 被草擋住了 拍不出來 兩隻有類 這算什麼? 今天最大而已 QQ了 換一隻耳丸 現在障礙裡面 這個魚 這我下的差不多了 這要換一隻耳丸呢 這裏面的3.75吋 草尾魚 配新垢子 這狀況連我自己擋下都傻眼了 太久沒差了 這次就比較聰明了 一開始就先試腳下 拋得要死不活 結果岸邊就有魚 抖著抖著就把魚抖上來了 太好笑了 剛換了喔 所以再試一下草邊 看看其他的動態他們要不要 好笑 哎呀 這樣一樣拋在草區 不過草區倒是沒有咬 反而是我在收回來的時候咬走 咬了 小隻的 其實這時候天黑的差不多了 就是摊掉了點 所以 多泡了這一桿 就掛草啦 幹 不用掛草結束了 今天這一回